每年英历正月十五为元宵节 是我国民间继春节之后又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 也是海外华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传统节日之一 古人称夜为宵 正月是农历的元月 正月十五夜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元之夜 故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 按道教三人之说 元宵节也称上元节 元宵节民俗由来已久 早在西汉时期便广受重视 相传汉武帝正月上新夜 在甘泉宫举行祭祀太医圣典 被后人视作正月十五祭祀天神的起源 汉位之后 正月十五元宵节逐渐演化成为民俗节日 元宵节赏花灯的习俗源于佛教 唐朝大兴佛教 官家百姓普遍在正月十五燃灯供佛 佛家灯火遍布民间 从那时起 元宵节张灯节彩被视为必做之事 并逐渐成为民间习俗 元宵节的庆祝活动五彩缤纷 赏花灯 吃汤圆 拆灯迷 放烟花各展神通 不少地方还有耍龙灯 采高桥华汉船 纽阳格 一个闹字就是对这些民俗的生动